強公國會女力崛起真正是領北投船 柯文哲有意讓愛將黃靜穎 代表民眾黨挑戰區域立委 學姐絕對是一個合格的候選人 有比日老闆的積極 學姐顯得猶豫 即便高度曝光有正面效果 但政治經驗勢必得靠累積 30號晚上6點 龍山寺將是第一站 船未來也將利用假日和平日下班時間 經營地方關係 鎖定關渡工大台北12行政區 禮拜五到龍山寺拜拜 也是跟著秉武姐到地方上去走走看看 我最能夠跟其他候選人來區隔的 就是吳思瑤在士林北投 十多年的長期耕耘 你若屬於空降 或者是突然一下加進這個戰局 你沒有過去的經營 你沒有跟當地民眾的互動 但是你要拿到選票 要贏得選戰 大概是困難的 第一選區在地強降 不用正面對決 先隔空給壓力 黃建英替民眾黨批戰袍高人氣 當然是指標 清袍地方力拼破解青年空降隱憂 汪志斌 吳思瑤都是藍綠強將 長期經營累積地方實力 無黨籍範慮 李婉玉則是句話題性 但或者積極派將也被解讀 目標瞄準新潮流 他推派的可能不是一個立委候選人 而是一個替國民黨助選的助選員 在綠營的一個票源的瓜分上面來講 確實是比較激烈一點 現在這個民眾黨成立之後 未來選戰要怎麼佈局 黨的走向都還是需要再做更多的規劃 強攻區域洗一次 黃建英若真出馬 前期勢必贏得關注 四個女將政局無疑增加可看性 接著呈現我們選SNG小組 台北報導